我抛弃一切到这里 我帮我的老婆孩子带来 当你们不听话 我跪下来求过你 求你们听我们的话 我们虽然无意不康复 但是我们是 常怀在身上的人 这位声泪俱下的老师名叫胡子 22年前 原本是成都重点中学老师的他 依然放弃了月薪几千的大城市工作 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 她上了高人之教的道路 在500公里外 海拔4000米的西康福利学校 有143名孤儿学生在等着她 高原反营羊处来乍到的湖中 每天都过得很煎熬 不断地发烧和狗突然她下不了床 吃不下东西 很快她的身体就受了一大圈 但湖中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她强承着身体教书 每天喊学生们起床 为他们煮饭 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 给孩子们改善活食 然而这里最难的并不是热烈的环境 而是教学困难 原来这里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汉语 所以经常一节课下来 湖中完全就是鸡桶鸭脚 一点效果也没有 为此 湖中想出了一个本办法 她搬去与孩子们同吃同住 这样不仅方便照顾孩子们 还能更好地与他们沟通 慢慢地 他们已经可以用赠语 解杂着汉语交流了 湖中在这个过程中身兼熟知 她不仅要同时教授多门课程 还要兼任孩子们的生活老师 孩子们吃饭睡觉 做早操 包括洗澡穿衣 她都是五句戏地照顾着孩子们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孩子们对此并不欢喜 甚至有些敌意 原来当时的支教老师 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块钱 很多老师来了以后 受不了这里艰苦的环境 没过多久就会不辞而别 所以对这里的孩子来说 老师对他们好也就能坚持几天 很快就会抛弃他们 再加上高院孩子所特有的野心 所以孩子们都不愿意好好学习 湖中虽然爱这些孩子 但并不是溺爱 所以这一次 她发火了 我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 这个门进了一个强盗 她拿着刀要捅你们的时候 第一个为你们挡刀的 绝对是我 当你们不听话的时候 我跪下来求过你们 求你们听我的话 我们虽然是奴隶不靠的孩子 但是我们是家白在地上的人 湖中虽然生了气 但在这些言语中 这些孩子不仅感受到了老师的挣承 还感受到了父亲般的关爱 于是他们也开始接受湖中 跟他一起唱歌 一起打球 学习也变得更认真了 湖中把爱都奉献 给了高院上的143个孩子 可他年幼的女儿身边 却只有妈妈谢小军 谢小军也希望丈夫 能回来陪陪孩子 但他从不催促 反而依然踏上了夫唱夫醉者 夫妻俩持续成立几千块钱的稳定工作 跑到高原支教却毫无怨言 为了让学生相信自己 他们一家三口在偏远地区坚守22年 连续四年帮助全部学生考上大学 甚至引来了央视点赞 他们就是感动中国的湖中和谢小军 当初湖中来这里时 他对妻子说自己支教满一年就回去 可为了孤儿学校的孩子们 湖中失言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妻子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狠心带着女儿 一起踏上了高原之路 妻子谢小军也是一位老师 当湖中走上高原之后 他需要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年幼的女儿 生活很累 但他从来没有怨言 假期时谢小军还经常会带着女儿去看望湖中 每次他都会给那里的孩子们带去很多好吃的 还有各种学习用品 然后教孩子们唱歌 帮湖中分担一些教学任务 慢慢的 谢小军也和丈夫一样 放不下高原的那群孩子们了 于是当成都教育局 再次选派支教志愿者时 谢小军依然将女儿托付给了父母 然后来到了丈夫所在的西康福利学校 谢小军原本是教钢琴的 但高原学校根本就没有条件开这门课 而且他还要像丈夫一样身兼数值 于是 谢小军就开始了打杂兼老师的工作 他与孩子们同吃同处 为他们缝缝补补 教他们唱歌跳舞 甚至还靠着自学 胜任了专业不对口的文化科教学 三年后 谢小军的支教人气结束 回到成都的他终于可以重拾自己心爱的钢琴工作了 但谢小军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决定 留到藏区当老师 这一次 谢小军来到了条件更加热烈的木亚族青学校 而且是带着三岁半的女儿一起 在那里 谢小军担任了更多的教学任务和岗位 由于生活环境恶劣 工作强度大 谢小军一度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 然而被冰痛折磨的谢小军 在学生面前却没有丝毫表露过痛苦 只有在丈夫赶来照顾他时 谢小军才会留下围居的泪水 现在的夫妇俩一个月只能见两次面 而这时的湖中已经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阿爸 这些孩子除了物质上的关爱 更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关怀 而湖中夫妇的到来 使得他们不再孤单 夫妻俩持续成立几千块钱的工作 跑到高原之教却毫无怨言 为了让学生相信自己 他们一家三口在偏远地区接受22年 连续四年帮助全部学生考上大学 甚至引来了央视点赞 他们就是肯定中国的湖中和谢小军 在藏区之教的十几年间里 湖中和谢小军一共培养了80多名大学生 并且从2008年开始 两人班里的孩子全部考入大学 然而正当这对夫妇的事迹被广为传送之时 一时间各种藏事也破下了湖中夫妇 有人说他俩就是为了出名 有人说他们是相赢的社会捐款 更有甚者说他们是最自私的父母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剥夺女儿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直到夫妻俩的事迹入选了2011年感动中国 人们才真正了解了他们的无私和风险 湖中去北京临江穿的衣服都是借的 因为他买不起新衣服 这些年来他的工资只有300元 谢小军的稍微多谢 但这些钱全被他们用来扶持孤儿了 两人并无积蓄 也很少回家探望 老人家想看看自己的孩子 甚至还要不自信哭地颠簸到高原 他们的女儿本该享受城市的优惑生活 却因生生活成了藏区孤儿的模样 刚到草原时 女儿因为年纪太小 只能一人住在寄宿学校 那里的房子既不保暖也不康复 即使盖着面被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时间长了 女儿便和其他高原孩子一样 双手省满洞窗 脸蛋上也飘着高原红 但女儿也没有辜负期望 她和父母一样心怀大爱 虽然没人要求过 但她在学校是从不叫谢小军妈妈 而是跟其他人一样叫谢老师 因为她知道周围很多孩子都是孤儿 自己喊妈妈会让他们上行 湖中和谢小军虽然没有给女儿更多的宠爱 却把最深沉的爱给了高原上的孤儿们 成了孩子和孔中的阿奔和阿奔 直到如今 夫妇二人依旧在藏区工作着 湖中虽然已经成了西康福利学校的校长 但工资还是只有三百块 当被问到是什么让她坚持了这么久时 湖中说 其实幸福的定义有很多 而对湖中夫妇来说 幸福大概就是藏区孩子们笑脸上的那两朵高原红吧